政府成立調研小組取理港大校證風波 李駕超誘說小組會繼續約見不同人士了解實情 初步發現有不理想的情況 這不理想的崗位亦都在元空期間四年換了五個人 這些是不理想的 這些不可能是對於整體的行政工作不受影響的 而且我覺得如果大家都同意 港大的利益是首位的話 我看不到有什麼事情不可以解決